假银嘛 教程来了 这个视频一共要做三个素材 做完合起来就好 先做一个带饮品的素材 到处后返回 用刚刚的同一个饮品 做另外一个素材 现加个黑色背景 再在剪映素材库 找缝页的素材 现加为画总画 调整大小 增加蒙板 把不用的部分挡起来 拓动这个表质可以许画扁圆 打开VS 导入素材椅 在线间变形种调一下色 创建朵视频层 导入刚刚的素材 选目部移效果 选中心垂直 变击管间阵 增加管间阵 调整目部的变化 好了 然后在第二个视频层 添加提前录好的绿木素材 点击则照 颜色 背景选村绿 调整一下强度 OK 给刚刚的第二层画面 加个滤镜 看起来更自然 这里我用的爽色摸法 第一个素材就做完了 做第二个素材 也是显创建朵视频层 图层一导入最开始的背景素材 图层二和指尖一样 导入绿木素材 扣一下图 一样的增加个滤镜 OK 素材二就做好了 最后再创建一个朵视频层 把指尖做的三个素材 依次假入 遍及图层二管间阵 调整出带入的效果 第一阵透明度先拉到零 掐点位置透明度拉满 移动到前面几阵 透明度变成零 再调整一下图层一的管间阵 让两个画面先解自然一点 再掐点位置拉底透明度 做单粗的效果 拉到零 前面增加关键阵把透明度拉满 好了 再贬移一下图层三 凯头透明度拉到零 我有一段 掐点位置也是遍及管间阵 增加单入效果 先返回一下给图层三甲效果 背景散 选择合适的效果 OK 继继续调整图层三 现在给图层二做一个模糊的效果 开头效果拉到零 中间再贬移几个关键阵 放进玉栏 我有一段 放进玉栏 最后一步 新建构视频层 一二图层都导入刚刚做好的视频 给图层二价辉广模糊特效 调整特效效果 然后贬移管间阵 掐点位置假椅子 字号适当假大 透明度调到50%左右 再在前面假椅子 字号8% 透明度零 掐点位置后面也假椅子 字号适当假大 透明度零 好了 完成 这样就完成了 可以再根据喜耀条一下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是 小贞 爱的银河